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家 立刻加入我們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的問題 還等什麼 立刻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各位YouTube的新舊網友 大家好 精神精神 今天是2024年5月20號 星期一 昨天跑了十場 香港賽馬會的馬主賽馬日 馬會會員賽馬日 裡面當然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都要用回自己馬會裡面的那些 請辭資深啊 敬進會啊 什麼馬會傳統啊 會員杯啊 之類之類 Anyway 大家或者可以傳記 會不會每年 明年 明年 再跑這個 會員賽馬日的時候 都會好像昨天這樣 正路到不正路 開四條大熱門Q呢 這樣 而呢 正常發揮的報名呢 潘頓呢 連場入Q 場場真是 沒有VinoPay 那 反而田雞那些 就好像 偶爾閃一閃 好像Fresh 飛合哥頓那樣 那今天呢 就 簡單點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 summary 就是昨天的十場 主題之前呢 就麻煩大家 都繼續給建設性的留言 給like 或者不like 都是like 沒計啦 還有呢 可不可以分享 還有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 昨天十場馬呢 就除了 我小弟我自己都抓了 我們total是玩了四 五場而已 那五場呢 就當然有 其中有三場 就是 還有兩場的過關呢 是 其實隨便選 就是AB一組 就是你選了A 就不要玩B 選了B就不要選A 你可以AB兩組 在裡面 侵兩場出來 做二川三 的年齡位過關 那 而每次呢 我們在群組裡面呢 都會有一個呢 先和馬迷拿了馬本 先去玩 我們的賽馬娛樂的 那昨天就 拓賴啦 那我們的第一場呢 就做得挺成功 那三四雙膽 就種了那個三重彩 那都有三千多元啦 那單T也六百元啦 那有時候你要種一條六百元的Q 相當難的 那你如果雙膽 靈活玩 就是那個叫做 就是我們 叫雙膽走三位四位 走這個三重彩 啊四重彩呢 其實你的注數呢 就省了很多 但是呢 有時候出到來那個效果呢 就相當不錯 那昨天當然是威力飛彈 比較上冷些 那所以呢 就挺好分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種一條 三重彩 很難的 就是種一條Q 三千多元 是吧 那你馬魚去到 五六十倍 六七十倍 或者兩隻都要四五十倍 才有機會 那機會就低 但是我們這個投注策略呢 就昨天就幫我們所有谷友呢 就打開勝利之門 就拿著馬本 就封流錢了 那可能就因為這樣 封流錢呢 就不太適合了 那 俊先生 那可能或者受惠於小小 場地有點黏黏的啦 就跑贏了巴道呢 其實兩隻都不去選的 他就選了這隻 那直路真的 哇你看到巴道 這些就真是去馬啦 左穿右穿 多積極啊 見到一條縫位 就走進去了 不用左看右看打燈的 那這場馬就多謝巴道的 努力 那 有什麼馬要留意 可能或者少少留意 就是致敬區 最後落飛 都落得幾多的 也都 交出到少少的成績 那回來輸兩個多馬位 中華威威 我當然 你聽到我在第一場 我們自己群組的 平術裏面 我都說 就是徐爾石 我覺得如果無險東上次 泥地這麼冷 和你爆都會 不會差那幾磅啦 為什麼不讓他再試多一場呢 那這場就在直路都是 爆不起啦 那當然這些馬 可能都是 在我自己當然 我都覺得是泥地 比較上好過草地的 那我就一對巴道的馬 我就先將他擺做膽先 一對 那威力飛彈我要 中華威威 和投資有利 最終我都是選中華威威 因為上次 那個泥地呢 是真的不錯的 這次呢 你下了班 放回中液禮 我就覺得 當然真是 真是很慘 這個徐爾石也是 那你無險東 這麼難得 把你買這樣 一百三十五倍 帶回來入橋 差一點真的 真的有驚喜 那你下班 你就為了多那幾磅 就找個中液禮 那當然啦 大家也都這樣說 如果你們覺得 咦不是呀 我喜歡投資有利 那你可以 就是這隻六 你可以六和十之間 你自己選 但是三四五呢 這三隻我不會 我不會不要的 如果明天真的好像 因為今天下午也有小魚 天文台都說 一路會下雨的 明天有機會的 那如果明天真的 臨場 開賽前 都下得多厲害 或者跑之前都已經下 你不要理會他厲害與不厲害 那我就用三號駿先生做答 智勝攻略呢 始終你還是有一點盲滿呢 他在田草真的沒有 就是佛善竹塵四個字 他沒有跑過 佛善竹塵 他所有跑得好的 全部都是在谷草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就是巴道 你上次跑到駿先生 巴道跑了幾次了 駿先生 他跑得這麼好 跑到第三個 上次 然後你轉田泰安 在谷草都會有位的 反過來你就在這兩隻馬之間選 你選一隻智勝功良 所以我都 兩隻都不要放過他 那這些 不是叫你搏搏 不是叫你搏搏一大頭去搏搏搏 你喜歡三膽就可以 你喜歡四膽就可以 你喜歡雙膽走三位 拋回去5、6、9、10 玩三重左四連環 好似這樣 我给了个友谊智宝 友谊智佳 能不能我们的谷佑真是聪明的 就拿个友谊智佳一胆走四位 买四年还 那就收一千元又有本了 这个很多都是投注策令你赢钱的 我的范围不是一定会赢的 但是投注策略会赢的 这场如果你说好 我就三四双胆走三位 玩三重彩单T 就拖五六九十 那好四条飞 是吧 那你自己可以试下这样玩 四重彩都可以 那就玩一元两元 这个都可以是投场搏冷拿马本 好 第二场就是蔡翰 其实今年他很多新马 就不像以前那样哇 杂杂声 肯定有三四只呢 就一直不断的赢赢赢赢赢到上去 吸制赛都有 但是今年真的少些 有些赢完没影子 有些赢完一两场 跟着又是没影子 那很简单 他就铁金刚买了 是吧 就是完全搞不定了 那另外呢就 这场就反而这张马真的 报民没有选错马了 只是我自己选错马而已 我就选了一代中斯 sorry 我就选了一个太行美景 周俊乐 因为我看中了这只马呢 周俊乐其实曾经跟他骑过一次 泥杂做得挺好 那看看会不会马防 都是一个出击 只不过当日呢 周俊乐停赛就给了报民跑一千 但是表现都不错的 但是这场呢就 全程押在外面的马 很抢口 或者这样的原因输了 那就继续留意着 马是靓马来的 那两只初出新马 哇 包条Q回来 澳洲马寶 四个都澳洲人 死了就不错了 就是言心声一直路到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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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就是 那麽 就是 就是 那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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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麽大威猛啦 那麽什麽会突然之间 倒水那麽倒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 出闸就出得不好 但是 喂 到尾 回来 对着 这场马的时间不頑的 这两只初出马 那麽他都可以跑到第六 输七个马位 不要理到七个马位 因爲 他之前 起步都输得太远了 这只 这只 勁大威猛 老实说 得个七八成状态 那麽就是 要留意一下 好 第三场 我们 就当然中了这个神呼龙驱啦 那麽你说 旺旺神驱 我就觉得 就是 潘明辉 都是一个盲壳那麽 就是 盲冲直藏 直路 硬是 好像 打了一只马就不看前面 都看得前面 又塞 左拔又拔 那麽 全部 你只有那六只马 为什麽又要 劈马一起来跑 都很不明白 要不然 这场马 赢马 是他 不是神呼龙驱 那麽当然 如果大家看一下 马会那个 就是 赛后这个 报告 这个成绩表 就是 其实你要打 那麽 那麽你看到 神呼龙驱 王智宏 五鹏至马房 实际负榜 126 这个是他 应该要负的榜 而实际负榜是 119 他不记得 把王智宏的9 减少了 减少了 正常是有的 这些都 不可以说了 但是这场马 看到王智宏 他那个 推骑 那边的节奏 他是好 可能这陌生 有些马赢了 多一些好马骑 当然 大家要记住 马有 你什麽姿势都漂亮 马帽 你想 识飞识尾 都没用 那麽 这只马赢得相当好 基本上是千世最好的马 曾有就不错了 判定到现在未赢过这只马 好 去到第四场 那我也都 在大家在YouTube 或者我自己那个 Facebook专业的直播 我都说 这场马反过来 是会担心 辉煌精英 有机会赢回鑽石 升光 只不过 会不会这个一档的 帮回到 如果他那个走位 各方面不亏 就可以将他差距 尽量在 六磅 就是 再让他六磅 其实 那总之 哇 这个辉煌精英直流 按住 很轻松 今天还有卖赢 还有卖赢 希望 应该还可以留在四班 还可以赢 希望 丁顾铭 凭着这只马 赢多个两三场 起码整个团队都上下 那个士气会好一点 那就是死了一条 就五十元 但是呢 二重彩呢 就反而一百七十八元 八行先 所以大家 有时遇到这些情况呢 就可以试下 即既然这么热 你也知道死Q呢 可以反过来玩一条複式二重彩 那就自制一条一百七十八元的 就是当一条十七倍的Q 是吧 那哈佬韦啊 一定行啊 天天沙落啊 全部都交到他们 应该要有 就是 市前 那个的 市集的表现 都不算太差 那让我高飞就 啊 报文就说 可能这马 或者啊 就要增程了 第四场 那这场 就是我们都中了啦 钻石升空 那继续排着个好档位 那就是有几天呢 好像不见了 在那个神操的 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始终走三个星期 但是问题 今次呢 你的样榜再多了 钻石 那个辉煌精英只是加一磅 而你加七磅 就是来回你和上次 再重了六磅的话呢 那上次都追得挺辛苦啊 那但是两个马 是轮开了后面的 好 去到第五场了 跑 这个 四班千八 那就 潘顿 这场马 就出之将这只 真是独孤一尾 只可以在前面放 放下放下 跟着可能断的马呢 最终这场呢 或者地啊 各方面呢 帮到这个马 赢了出来 那这些就是 应该是一个冠军 要做到的东西 又不会有什么值得 特别 铺掌 铺掌就应该是铺掌 都是大卫希斯马房 上下一心 不断用方法 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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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到第六场呢 同样 又是 信心星 走出来 真的美得不得了 那么美 那这场很可惜 因为呢 小弟呢 我呢 就 其实呢 就 不是这场 第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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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场我第五场 有些可惜 我不要再说 其实这场马 我是减了竞进光辉 尼泊的 好可惜 就 在集图的马 起琴 扔着脚 退出了 那 退出就退出 没有说 哎呀如果他不退出 没得说的 如果出可能输呢 如果出可能赢了 那退出就退出 不过 我这场有个原因 你们基传 这只马 很快就赢了 减分 减得过了 那 第六场 我就 都是会 向着我自己 跟进的方向 那个宗旨 就不会变的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左边右边呢 人家马真的赢出来呢 你只有 磨 恶 五代 那 我就跟这些 跟着聖神威 那当然 艾利奥 信心星 这些一定有了 那你胆没 就没了 anyway不要紧了 那这些 七十多元的Q 老实说 就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风格 如果要中 很简单的 要选择一些信心星 做胆 有多难 但是如果我是这样的 的一个 给范围 在网上给提示的一个 叫我自己做一个 赛马从业员呢 那我相信 不会有人订阅 我这个频道 好了 第七场 同样一样 我就依然觉得 欺慰心 不会选错的 一只他赢了 这么多次的情王 他可以 不假收于人 而今次 放手 选喜莲勇略 当然我都 要相信他 那我就用喜莲勇 做胆 澳游勇士 这些一定有 那四龙彩的时候 雙胆 走四位 有型人也有 那 那 可惜我雙胆 就用情王 那所以呢 就当然输了 什么都不做了 没问题的 那下次再努力了 那这场马就 那只 黑兔火箭 又突然间好像追 那另外呢 那只时尚欢欣 又走过江 那这马 走进来跑得好的 大家要 留意 那还有那些马 大家要留意 那当然你不会觉得 你有沒有搞错 那些马叫人留意 那只银亮光速呢 在走一圈的时候 靓了 你不要管那些 那些场上跑第幾 那些场上跑 跑第九 就输四个马 四个四分里 但是那些马 开始靓了 那东方飞影 这些 好像我来说 就不会再跟 的了 贏就没有你的份 输就没有你的份 我们就不会做的了 这些追捕尾 那 那 那 第八场 那 湘鱼河 香川 汇所 金钱村 那里 就四班千四 那这场马 真是 哇 一落雨 原来蔡明肖 真的那些马跑得高 那么多 那就跟了好多次 龍城强壮 今次 真是 见到那么多恶马 哎 不跟了 那自己跟了那些什么马 那 那当然 那 另外呢 那 那个马胆 用回身力好 打算上次赢得那么好 那碗 也有一只金晋星 那次 今次一无是处 那 没办法了 爆了这只 那但是都多 就是 我始终在YouTube 我也有提 我没有算高的 那次是冷漫 你知不知道这马 由三十几倍 到最后出门 落飞 只剩二十倍 我落飞前看的 仍然是二十九倍 那 那竟好运就 恰如其分 性意也好像 有些古灵精怪 流到那么厚 一直露到 一旦上来 就 输两个多马 这些马 正常下支赢了吧 那就是第九场了 第九场 第九场呢 三番千二同场和 顺着加上 这个黏地 如如得水 顺利胜出 岸马善 田泰安 真的 騎到一绝 要不然这场马 就 应该这只 铁金刚 那些追上来 就真的有机会 威胁着去的 那时尚风吹 你看到 沿途的马 抢得很紧要 但周俊乐的控制 是真的一流的 那 都看到这一马 就算再回谷草 应该都赢了 到现在 121磅 还有 还有 在三班 运高八斗 我是不断在 不断在 潘顿的短打 或者我youtube的问 我都觉得这马 是值得大家跟 这二十个马 都跑第五 跑赢了很多 叻仔马 这里已经 他长期有状态 其实你根本 由头至尾 一直在田草千二 都可能运到食 不过可能他觉得 三班的千二 岳本辉 长期把他搬在 那个 谷草 你看看 谷草的三班马 都不出奇 好了 去到尾场 亦都一样 手机标霸 上次你不是说潘顿 跟他玩碰碰车 上场都根本要赢了 这只八百多万的拍卖马 好了 再赢一次 雷健威 又 大家赢了一场 你一拳我一脚 因为 神虎龙区 五鹏志赢完 去补回一场 所以大家那个 呃 长数的分别 都是一样 哈 那阳光勇士 如果不是直路 都有一些不得塞 哇 这场马 真的有得咬手 咬回去输过头 那满宽涉 也都是湯普申 那这些 骑士呢 就是一些很 consistent的骑士 也都就是很 很珍惜机会的骑士 那这晚来跑近 再出 不会突然没了影的 就是他上次跑近 大家觉得他也是一只实验 跑近 就是不像东方飞影 就是连个马房根本都 都不知道 是吧 那些潮州精神 我都说那这些我没得中的 我没中过的 我不会追的 那这次也是跑第四 人心星亦都一样 我不会追的 赢我分 输我分 我就不追 那反而这裏呢 有只马 超级龙珠 大家留意 昨天那些屁肥 都离了 去到集后面 都还是很 很 不听话 全程是大堕后 回来追了第六 输五个多马位 可能这些马 当然了 记住 超级龙珠 是要有这些黏黏的地 下着雨 是最好的 那大家 如果 不知道潘顿 会不会抢回来跑 那 强配的时候 或者再有这样的天气 跟回他 没问题 那些马 OK 我中了 潘顿那个 短打 我已经说了 上次我们中了 这些马 今次这样的形势 这么多恶马 我也都不相信 马房会在这个 环境里面 去出击 拖一脚 没问题 我中过 但我不会拿来做胆 也都不会用来介绍 我们这些 谷友 买这场马 那我就喜欢这只 竞进飞长 但是很可惜 不知道是否这些地儿 不巧跑 还是 就是 他们自己幕后都觉得 这场马真的强 不如不要在这场出击 都不出奇 那我不是觉得潘顿有什么 古灵精怪的 有时 赛马也是有这样 马房也有马房的想法 那这马千叶走光 是漂亮的 追上来 那打算增情不好 那 这场就 不要紧 要先存在马会 好了 今天这个赛马的包交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 星期二十点钟 YouTube直播 再和大家见面 新一轮的马桂又来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费内容 哪里够好 立刻加入我们 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的 付费群组 Michael在群组里面 会和大家有一个赛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训组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沙圈动态 即时跟进 还会在群组里面 和大家分析下他的跟进码 在群组里面 Michael还会和大家解答所有的问题 还等什么 立刻加入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的 付费群组 我们在群组里面等大家